大家好,我是陶哲 这场褚球大会 其实我是专门为我的好兄弟 王力宏来的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真的 王力宏是我在圈内最好的朋友 可是 我不一定是你最好的朋友 其实我们两个已经认识 差不多快二十多年了,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是透过一个录影带见到的 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出道 他也应该还没出道 然后我在做幕后 然后在那个录影带里面呢 留下了非常生硬的印象 他又唱,又跳 多才多艺 还拉小提琴 还唱歌剧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还穿了一条很紧的紧身裤 我一看 我一看,哇,这不是年轻版的肺翔吗 可是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真的不太理解 为什么他的裤子要这么紧啊 后来我发现是有原因的 其实他唱歌呢 很有男人味 他的声音很低沉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 所以本来他其实应该是唱低音的 可是他又偏偏很爱唱高音 所以呢 他真的要穿紧身裤 唱不上去 就提一下呗 其实我一直认为娱乐圈的标准就是应该是 应该顶得像王力宏这么高的标准 不过现在的环境真的改变了 王菊也出来了 艺人呢,还是要靠自己的作品说话 当然我这么说啦 你也不用听啦 因为我最近也没有什么新的作品 有人说王菊是中国的Beyonce 我觉得这不太对 Beyonce能有这样的成就 除了她的作品还离不开她老公JZ的专业经营 所以你真的想要赶上Beyonce 除了作品之外 嗯,你是不是还需要找一个会说唱的老公呢 诶,热狗 你觉得怎么样呢 热狗,别说话 我觉得你可以 说到王菊玉老师 真的,非常非常地尊重 看到她,就想起我娘 真亲切啊 我妈也是唱金句的 可是其实金句对一个小孩子来说 真的是很难听的进去 因为她真的很慢 一个字,能唱十分钟 是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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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所以我的同龄很悲惨 我妈就连喊吃饭都是 吃饭 所以 王老师不是没人想吃金剧这碗饭 只是这碗饭伤菜太慢 再说回力宏吧 其实我村内最好的兄弟最好的朋友 我们第一次合作应该是在03年 为了非典而写了一首歌叫 手牵手 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 那那个时候的状态是这样子 我们两个被锁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然后呢房间里面只有一台钢琴 我弹一弹 没有 他弹一弹 也没有 我弹一弹 没有 他弹一弹 也没有 然后我再弹一弹 有了 就这样我们共同创作了手牵手 写完了之后呢当然我们去录音 力宏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音乐人 一句词 他要唱几百遍 这个真的不是夸张的 手牵手 不够紧 手牵手 他想张学友 手牵手 不行 他想逃折了 我出去吃了个饭回来 他还在给我 手牵手 还给我改旋律 到底要唱到什么时候啊 可是我突然就想我妈了 只要是我妈都已经唱到下一句了 王力宏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跟他够熟 他才会让你进入他的世界 但是 一进去了之后呢 嗯 也不会想待太久 比如 A.I.I.这首歌 就能代表他的精神世界 和状态 所以我听了一半 我就赶紧关了 好险 差点逃不出去 虽然力宏呢 赚钱赚了很多 但是在生活里 他穿衣服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节俭 如果你去他的衣柜里面去看 你真的能够看到 很多破洞的袜子 嗯 所以我怀疑他今天上节目 是不是也穿了这样子的破洞的袜子呢 力宏 你敢把鞋子脱上让我们看一下吗 你們想不想看一下 你想想看一下 来来来来 脱掉 脱掉 没有 狮子没有 没有 看脚跟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一点点啊 一点点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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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海鲜味 诶诶 诶诶 我就拿过来 好啦 其实我们的关系 真的非常好了 但是 你们也可能不知道 这是一个 我跟力宏的 之间的一个小的秘密 他每一年真的非常有心 他会传一个微信的 生日祝福给我 真的 非常非常的贴心 而且他不只是用 说的生日快乐 他是用唱的 也是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嘿兄弟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我最爱的投资 祝你生日快乐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 没有了 诶 你还笑 我很失望 抱歉 抱歉 七月 就这样过了 丽红 明年 我希望 七月 能对我好一点 但是丽红 我今天 真的很想要跟你说一句话 就是我很多年一直 闷在心里面 不敢说 对 可是 对 我真的是 憋不住了 我总是觉得这么多年 你一直在模仿我 是吗 你的裤子也挺紧的 不是这个紧身裤 那个我也有穿 其实 我才记得当年 我写过一首 有点中国风的一首歌 你们应该有听过 叫苏珊说 有听过吗 有听过吗 又很像 当时我就开始怀疑了 但是我想说 兄弟 不应该这样子 也不应该去瞎猜 直到 我写了一首 我喜欢 他给我写了一首 我就喜欢 非常过分 非常过分 哎呀 我就说嘛 他最近写的那个AII 怎么这么奇怪啊 因为是我没写新歌了 所以他没有参考的方向 但是利宏 真的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利宏 我也对不起 华语音乐 我在这里 跟大家 慎重地道歉 可是完了 明年的生日 快乐又没了 不过没关系 利宏好兄弟 我今年 又要出新歌了 但是这个歌曲呢 我三言两语是很难跟你说清楚 所以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回家做个PPT 改天给你全新说一下 谢谢大家 我是陶石 谢谢 这不是第一次 这不是最后一次 对不对 以后还可以有机会再上吐槽大会 陶哲的确是跟我的交情很深嘛 认识二十几年了 所以能吐的点 今天他的确是讲的很精彩 在这个节目里面 如果两个人关系特别好 特别瘦 往往就会真真见解 好了 各位这次非常的高兴来到 吐槽大会 厉红哥厉红哥 厉红哥呀你你你来给你准备了一点礼物啊 哎呀你看这呀你这怎么又是天王级别的事 没有没有没有 这罢子你说你多拿回去几双啊 这是龙的传人的啊 有龙的传人的穿有龙的 啊这是这是十二生肖的啊 紫书丑牛 我你会背我不会背啊 是是是 这是十二星座的袜子啊 你都喜欢都唱过啊 你你你换着穿啊 对 哎这个袜子呢是 啊是给嫂子准备的 嫂子准备家里肯定是缺缺袜子的 我觉得 这个是给孩子准备的 再苦不能苦孩子对不对 不够跟我说啊 你得别客气了 哎就是谢谢谢谢谢谢 拿着给我说啊 太好了 哎呀真的可以穿到二零六零了 他那种破很真实 那个那袜子那个脚后跟那边啊 你都吸了那个那个布 就是真的穿破 有点有点东西啊 哎 哎